释迦牟尼如来说到此处 阿蛇世王的儿子 与五百多位长者的儿子 不禁欢欣鼓舞 皆大欢喜 各时一副黄金打造的华盖 来到佛的面前 将华盖供养给世尊 顶礼完毕之后 就坐在一旁听世尊讲经说法 各自都在心中发起誓愿 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成了佛 也要像阿弥陀佛那样 释迦牟尼如来 立即知道了他们心中所想之事 便对比丘们说道 王子以及这五百位长者子 以后都将成佛 他们在无数节以来 总共供养四百亿尊佛 在嘉业佛时代 他们都是我的弟子 现在又供养我 再度相逢了 当时会上一万两千大比丘 听佛所说 没有一个人 不替阿蛇王子等五百多人 感到由衷的高兴 使加牟尼如来又告诉阿难 那极乐世界 是无量无边的风格机具而成 应有的庄严出圣都全部具备 那里没有生苦 劳苦 病苦 死苦 爱别离苦 愿赠贵苦 求不得苦 五应至圣苦 等八苦相逼 永远也都没有任何灾难发生 永远都没有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三恶道和一切魔障的阻挠 甚至连这些名称 在那里都没有听说过 没有春夏秋冬的胶体 和寒冷炎热雨季的存在 没有江湖河海 丘陵坑坎 荆棘沙利 也没有铁围山 须弥山 等土石所成的种种高山峻林 那宽广平整的大地 一放无垠 那大地都是以鸡 银 琉璃 水晶 琥珀 美玉 玛瑙 这七宝组合而成 微妙其利益 清静庄严 超过宇宙中 任何一个佛世界 阿难听到这里十分不解 便问释迦牟尼如来道 师尊 如果极乐世界之中没有须弥山 那么四天王天以及刀利天 这些天神又居住在哪里呢 佛反问阿难道 你说说我们现出的苏婆世界中的那夜魔天 兜律天以及色界无色界这一切诸天 它们是依靠什么地方居住的呢 阿难回答说 它们是靠不可思议的业力而居住的 佛告诉阿难 不可思议的业力 你知道多少呢 你自身因过去所行的善恶果报不可思议 众生的夜报不可思议 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 诸佛神力 诸佛世界 也是不可思议的 那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功德善力 很是深厚的 又有阿弥陀佛的恩公神力 而不需要须弥山之类 极乐世界中的诸天神也能安隐居住在那里 阿难说道 夜因果报 不可思议 我对此没有任何疑惑 只是为了将来 一切众生能够破除这种疑虑的束缚 明白其中的奥妙 才会向您提出这个疑问 佛又告诉阿难 阿弥陀佛的神威光明是至尊第一的 是十方世界所有诸佛所不及的 这光明照遍了东南西北上下十方 像恒河沙一样多的佛国世界 它头部的顶光可以照耀一 二 三 四 游巡这么近的地方 也可以照到百 千 万 亿游巡那么遥遥 而其他诸佛所发出的光明 有的可以照耀到一两个佛国之中 或者照耀到百千个佛国 只有阿弥陀佛发出的光明 才能普照无量无边的佛国世界 诸佛光明照射的远近 是根据他们前世求道时 所力志向 所得功德的大小不同来决定的 到了他们成佛的时候 得到相应的光明 这是自然成就 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阿弥陀佛所发出的光明 是绝好的 那光明 胜过日月光明千亿万倍 它是光明中最宗贵宏大的 在诸佛中也是一等一的 所以那阿弥陀佛又名 无量寿佛 无量光佛 无边光佛 无碍光佛 无等光佛 一号为智慧光佛 常照光佛 清静光佛 欢喜光佛 解脱光佛 安影光佛 朝日月光佛 以及不思议光佛 这种光明 普照十方一切世界 这些世界中的众生 有受到这些光明照耀 所有贪 撑 吃 只无垢 便得以彻底清除 所有善根 油然而生 身意柔软 如果有人 在那地狱道 畜生道 恶鬼道 这三图 极苦之地 只要见到 阿弥陀佛 发出的光明 所有苦难 都会及时停止 命中之后 都得以解脱出来 如果众生中 有听到 阿弥陀佛的光明 微神 功德 又时时刻刻 都在念诵 阿弥陀佛的名号 专心致志 从不间断 就可以随着他的意愿 往生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光明 那阿弥陀佛寿命的长久 是难以说清 难以计算的 在他的佛国里的 身文地子 同样是 难以说清 难以计算的 阿弥陀佛的神通智慧 通达一切 他的神威法力 自在无碍 他能用一只手掌 拖起一切世界 在我的弟子中 大木建帘 是神通第一的 三千大千世界中 所有的星辰 及众生的数目 他能在一昼夜之间 全部计算清楚 如果十方世界中的众生 都成为原觉 每一位原觉的寿命 都是万亿岁 每一位的神通 都像大木建帘一样 即使他们的寿命完结 竭尽全力 智力取尽 一同来推算 阿弥陀佛国中的 身文地子之人数 无论如何 也算不出来的 他们计算出的数目 与实际的人数相比 还是千万分钟 不及其一 好比大海浩瀚无边 假如取一根毫毛 将这根毫毛 又分作一百份 用这微尘大小的一毛尘 来沾一滴海水 这一滴海水 与大海相比 谁多 谁少 阿弥陀佛国中 种地子的人数 就好像是 那毛尘沾到的 那一滴海水 他们 还没有计算出来的数目 就像是大海中的水 阿弥陀佛 以及在其极乐世界中的 诸位菩萨 神文 天人的寿命长久 以及数量多少 不是通过计算比喻等方法 所能知道的 在那极乐世界中 有许许多多的各类宝数 有的是纯黄金树 有的是纯白银树 有的是琉璃树 有的是水晶树 琥珀树 美玉树 玛瑙树 他们都是用一种宝物组合而成 不参查任何的杂质 有的树是用两种 三种 七种宝物组合而成的 根金之干 用这些宝物组成 花叶果实 则用其他任何一种宝物形成 还有其他的宝树 是用黄金做根 白银做树干 琉璃做树枝 水晶做树梢 琥珀为叶 美玉为花 玛瑙为果 其他的宝树 也是用七宝形成的 只不过他们互为根干 枝叶 刮果罢了 这些不同的宝树 各自按类排成行 晶晶相望 枝叶相向 花朵果实 各占风姿 繁茂的妙色 光明照耀 美不胜收 使人目目下接 清净 清凉微风 因时阿发 风摇之夜 自然发出 微妙的乐章 五音相合 非常悦耳 这些宝树 在他的国土里 比比皆是 那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讲经说法 道场中的菩提树 树 高达四百万里 树干 粗壮 周长 五千有寻 枝繁叶茂 向四面八方 延伸了二十万 这菩提树 都是由宇宙中 所有的宝物 自然生成的 那树上的花朵 与果实 繁茂旺盛 好一片 星星相容的景象 那花与果实 还放大光明 射向四面八方 还有那五颜六色的 魔尼宝珠 相互串联 密密麻麻地 装点着那菩提树的 枝叶主盖 金珠灵朵 以及真妙宝网 流放百千万的光明 彼此相照 互为庄严 焦香辉映 那些各式各样的宝物 都发出 无亮光明 照亮石方 那一切切的庄严 殊胜的景象 都根据居住在那里的 人们意念 而变换 那树枝 随着微妙 清风的徐徐浮来 发出无数 美妙的音乐之声 那声音 传遍了许许多多的佛国世界 那音声轻畅哀量 微妙和养 在十方世界的音声之中最为第一 如果有众生看见那伟岸微妙的菩提树 听到那菩提树 发出的美妙之声 嗅到了那花果发出的香味 品尝了果实的滋味 被那发出的光彩照导 想念那菩提树的 永远光光明 那众生 立即就会 六根心境 再也不会 有什么烦恼 与忧患 在成佛路上 再也不会退转 终成佛道 又因为 见到那菩提树的缘故 获得三种忍 第一 是英祥忍 二是柔顺忍 三种是 无声法忍 佛告诉阿难 极乐世界的花果树木 跟那无量众生一样 都能够广做佛事 这都是因为阿弥陀佛的 神威之力的缘故 本愿之力的缘故 满足愿故 明了兼顾 究竟愿力的缘故 那阿弥陀佛的讲堂 经设 楼台 等一切建筑景观 也全是七宝 自然身旷而成 又以白色的摩尼珠 交织缠绕在一起 美妙无比 其他诸位菩萨 所居住的宫殿 也是这样 在这些精美的唐社楼官之中 有人在讲经 诵经 有人授经 听经 有人在那里来回走动 读诵经文 有的休息禅定 在虚空之中的人 也大抵如此 有的 证得了 证得了虚陀还的果位 有的证得了斯陀汗果位 有的证得了阿纳汗果位 有的证得了阿罗汉果位 原来在乘坐路上 有些徘徊的 现在也不再退转 那里的每个人 都在各自念道 说道 行道 莫不欢喜 在讲堂的左右两边 清泉池水纵横交流 它们的宽广深切都不仅相同 有的有十游巡 有的二十游巡 乃至百千游巡 这么宽广的都有 那水质占尽芬芳 具有沉浸 清冷 甘美 清软 润泽 安可 除饥可 长两猪根等八种特性 那岸边的沾檀香树 吉祥果树数量繁多 总是开满了鲜花 结满了果实 闪耀着光芒 散发出迷人的芳香 那修长的枝条 茂密的树叶 胶织覆盖在那池水之上 发出的香气美妙绝伦 无与伦毙 随着清风散布本体的香气 沿着池水流送瓜味的芬芳 那极乐世界里的水池 中边都是由鸡 银 流离 玻璃 车渠 赤珠 玛瑙 镶嵌 镶嵌而成 那石子里的水 质地洁 清净温凉 口感甘美 轻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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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润滑 那水 洒在身上 使人清凉示意 水质 不止可以止渴 亦可致壁 喝了此水 还可以增长善根 水底铺满金沙 各色莲花五彩缤纷 静香开放在水面之上 那里的众生在那水中 那水位会随着他的意愿升高或下降 想要水腌制脚背 或者膝盖处 或者腰部 或者颈部 或者水位到头顶 或者要水温清凉些 或者温热些 或者要水流湍急些 或者缓慢些 这些都能够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 这池水开显神智 愉悦身心 水质清澈干净 如同虚空 水清澈见底 仿佛无形 尺底的宝沙 无论多声都映照了出来 这些水面微波 安和的一漫旋回 互相倾注 流水中 演绎出无数清新悦耳的声音 有些听到 有些听到 诵念佛 法 僧 三宝 有些听到是 演说到彼岸的声音 有些是 秉息寂静 进入至生禅定的声音 有些是 法界无声无灭的音声 有些是 讲述 只有佛才具有的实力 似无畏的声音 有些是 本性空无 无作者 无我的声音 有些是 大慈大悲 喜舍的音声 有些是 甘露灌顶 受畏生 听见 这种种声音 众生心静 得以清静 没有那些虚妄的分别心 正直平等 成熟种种善根 根据他们 所听到的音声 与佛法相应 自己想了解什么 就会听见相应的开始 不愿意听的 就一点也听不到 他们在成佛道路上 永无退转之心 来自十方世界的往生者 都在七宝石莲花中自然化生 得到清虚之身 无疾之体 再也听不到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三恶道 以及烦恼 苦难 这些名称 在这里 甚至连概念都没有了 哪里还有什么苦难呢 这里 有的只是 自然快乐的身影 因而这里 被称作极乐世界 在那极乐世界里 还有很多的真情异鸟 也有我们现在所处世界 大家都能看到的白鹤 孔雀 孔雀 鹦鹉 鹦鹉 舍利 杜鹃 以及一个身子 两个脑袋的共命鸟 这些奇妙 日夜不停地鸣唱着优美 和雅的歌声 从他们的名声中 大家都能感受到 对佛法僧的信仰 对修成佛道的经济 在生活中保持正确的思想观念 做任何事都必须一心一意 和专心致志 以及五种能产生善法的根源 感受到五种可以破除恶法的力量 那就是坚定信仰的力量 努力精进的力量 正确的思想观念力量 一心一意的力量 以及智慧的力量 从那些奇妙的名唱中 那里的人们都能够以智慧 来选择修行法门的真伪 以努力精进的态度 来力行实践正确的修行方法 得到正确的修行方法 而欢欣鼓舞 没有烦恼 身心愉快 一切行为 都与正确的修行方法 十分吻合 也常常处在禅定之中 心意丝毫不散乱 舍计一切错误的见解 而力行正确 从那些奇妙的名唱里 那里的人们都能够正确地认识 那里的人们都能够正确地认识 也认识真理 走向正道 断除恶的念头 产生正当的念头 说出的语言都是善与真实 深、口、意的行为 都符合佛的教导 以正当的收入来维持生命 不断地向真理及善的方向去努力 意念正道 不使思想及行为有所错误 没有烦恼 常入禅定 那些奇妙的名唱声中 传出种种微妙的道理 使那个世界的人们听了 都会自然而然地发起念佛 念法、念僧的信念 舍利佛呀 这些奇妙 是都不是因罪业果报而投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极乐世界里根本上就没有畜生 恶鬼及地狱的这三恶道 甚至连三恶道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 这些奇妙都是依阿弥陀如来的愿力变化而成 用歌声来感化教育那里的人们的 那极乐世界中所有众生的容貌和身体特征都十分微妙 超越世间所有众生 是稀有难逢的 他们都是同一类别的众生 没有任何差别 但为了适应世人的习俗 才会有天神或人众的概念 以便能够区分 释迦牟尼如来告诉阿弥 比如 世上的乞丐 如果让他们与人间的帝王们站在一起 从他们的面貌气质来看 都是不同的 怎么可能属同类人呢? 如果人间帝王与转龙王站在一起 那么帝王就显得很笔漏渺小 就如同乞丐与帝王相比一样 转转龙圣王的威武相马 虽在人类之中是第一位的 但与刀利天天主相比 则又显得很丑陋卑劣 假如让帝世天与欲界最高天 他画自在天的天王相比 其间的差别就有千倍之大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相比较 那他画自在天的天王 如果与极乐世界中的菩萨 身文弟子相比 其容貌、气质更是相差了万亿倍 这些菩萨、身文弟子所居住的宫殿 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饮食 都像密界之顶的第六天王 他画自在天王一样 而他们的威德、阶位以及神通变化 却是一切天神和众生所不能相比的 二者之间相差了百千万亿 甚至不可数计的背数 阿娜 你应该明白 那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这样的功德庄严真是不可思议的 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 不管已经出生的 还是正在出生的 或者是以后出生的 他们的容貌端庄威严 福德无量 智慧明了 神通自在 各种用品一应俱全 工店、衣物、香花、帆盖等 都随心所欲出现 如果想吃东西时 那七宝合成的波具 便会自然出现在眼前 百味饮食 装满锅中 虽然有这么多的美味佳肴 但却没有人真正去吃它 只是看看他们的颜色 闻闻他们的香味 这些印象 进入个人的意念之中 便是饱餐了 这些以意念吃尽的食物 不仅能使身体强壮 不会产生大小便这样的污秽 而且还能使身心柔软 不会有其他的味道 吃完之后 波具、食物自然消失 到下次用餐时 便又自然会出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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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